大家好我是Mai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繼上次在講練胸的觀念影片釋出之後呢 有不少女生問我說 大家也可以達到一樣的訓練效果嗎 那今天Mai呢就設計一套 15分鐘針對我們練胸肌的一個很完整 並且有效的鍛鍊 那如果有決心的你們 我希望你們可以跟著我一週鍛鍊兩到三次 不論是對於增肌減脂都有助於維持你的胸部形狀 並讓我們的上胸看起來更加的飽滿好看 那如果你是初學的朋友的話 一手可以拿1到4公斤的重量 那如果是進階的朋友的話 一手可以拿5到7公斤的重量喔 那我們就廢話不做說 跟著我開練囉 今天的這組訓練每個動作大約是做30到40秒 那有些動作中間是不休息的超級組 跟著我一起來挑戰 那最一開始我們先做一點最基礎的暖身 用徒手的方式進行 第一個動作是20秒的徒手的胸推 讓我們的兩手從胸口來到我們的視線前方 第二個動作是直接把我們的兩手推到頭頂 推的時候可以做一個吐氣 那接下來我們的左右手輪流做手臂繞圈的動作 可以先往前繞接著往後繞 好 那上半身的基礎暖身已經完成之後 讓我們的躺握在瑜伽墊上 拿起我們的啞鈴 第一個動作會來到啞鈴的胸推 讓我們的上半身是貼緊著地面 啞鈴垂直降落的時候吸飽氣 吐氣的時候把我們的啞鈴推高 讓我們的大腦不斷地意識到我們的胸肌 不是只是用手推起而已 下降的時候可以慢 推起的時候可以快一點點 感受到我們的胸部發力 好 那接下來不休息 我們的手肘保持固定 直接向外側地打開 下降的過程慢一點 大約數三到四秒 慢慢控制地降落 接著做一個夾胸的動作吐氣 我們降落的時候兩手可以外開 起來的時候有意識的夾胸 那接下來還是不休息 我們直接做窄握的胸推 讓我們的兩個啞鈴是靠攏著 從胸部的內側直接推起吐氣 那一樣下降的時候吸飽氣 感受到胸肌推的時候吐氣 加油 那這時候手會開始有一點酸 是正常的 我們再加油 再給我推個兩下 非常好 那我們休息三十秒的時間 那接下來我們會做一點 變化型的動作 結合剛剛的兩個 飛鳥以及窄握胸推的動作 我們先慢慢地將兩手外開 做一個飛鳥 接著直接來到胸部的內側 向上推起 動作過程中一直都是慢速控制的 尤其是在打開的時候 可以做慢一點點 這是我個人覺得非常有感的動作 大家可以學起來 接下來我們放下另外一手的啞鈴 做單邊的握推 那我們的肩膀跟手肘大約是層三十度角 一樣下降的時候 慢感覺到我們的胸肌 推的時候吐氣 那我們做完一邊之後 直接換另外一邊 KANDY COATED LIPS I KNOW SHE DON'T WAIT SO TIME MAKE NO MISTAKE Y KNOW I PLAYED TO WIN 做得非常好 那五秒之后 我们直接再拿起一首各一个哑铃 做卧推 三十秒 延续着刚刚单手的酸爽 直接来一个双手的卧推 这时候你的胸肌应该会非常的有感 持续感觉到胸不要放弃 最后一下 非常好 休息三十秒的时间 那接下来我们会来到第一位的飞鸟 也就是我们在做飞鸟的时候 我们的距离大概会下降到腹部处 那我们先从单边的开始 如果你的身体会因为单手的重量而有所歪斜的话 另外一手也可以抓着哑铃 好那我们做完一边之后 我们直接换到另外一边进行 那在做低位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下胸的发力比较明显 因为这个训练我们希望可以多角度的锻炼到我们的胸肌 好那再过个五秒之后我们直接来到双手的低位飞鸟 一样下降的时候是要有意识的控制 数个三秒降落 拉起的时候给我一个夹胸 这时候你的下胸肌 以及胸部的内侧都会非常的有感 请不吝点赞,按赞,按赞,订阅,位 那握推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上次教练 有教大家的离心伏地挺身 把哑铃放在一边 那在做伏地挺身的时候 先让身体像一个平板一样 核心绷紧 慢慢的下降 尽可能最缓慢的速度下降 再往返这个动作 真的快不行的时候 再把你的手放开 那在过程中我们的肚子都是有力的 腰部不要轻易地下沉 那接下来的动作会是钻石的二分之一伏地挺身 我们的两手的距离会抓窄一些些 并且我们的手是向内的 下降的时候大约下降到一半的距离 可以停在下方 大约一到两秒慢慢的推起 那这个动作会锻炼到我们的手臂后侧 以及胸部内侧 我们下降到一半的距离 最后的伏地挺身 我们会做手放开的伏地挺身变化型 那我们踩柜子的方式进行 我们的两手先向前的延伸 接着来到胸部的两侧 核心绷紧 将身体推起吐气 我们剩下最后的十秒 加油 做完我们就结束了 恭喜你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 跟着我做几个简单的胸肌伸展 我们先轻松地仰卧在瑜伽垫上 用我们的手将我们对边脚的膝盖 扳到外侧去 可以的话让我们的膝盖 尽可能地触碰到地板 伸展我们另外一手的胸肌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换边 bow down 咱朝阳 autism shrimp 牛 最後,如果家裡有牆角的話,裝我們的一手,靠在我們的牆角上,去拉伸我們的胸肌 讓身體是往前傾的 做完一遍之後,我們就可以換邊 今天的訓練加伸展就結束了,給自己一個大力的掌聲 相信大家做完之後,都會感覺到胸肌是沖血的,而且非常有感情 各位堅持下去,那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Mai,你在吃什麼? 我在吃我的自創品牌MaiU Fit出的高蛋白質零食啊 喔,因為你有自創品牌喔 對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的自創品牌是Mai跟Yu的結合MaiU Fit 在英文呢,也是有希望你fit的意味 那我們最人氣的呢,就是跟喬拉聯名的蛋白質燕麥 很適合在早晨搭配牛奶還有優格 這一款人氣爆表的黑可可米果蛋白棒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酥脆,是用米果做為基底的喔 跟台灣農民合作的低碳米餅 它可以用來取代精緻的麵包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點開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讓你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也可以享受美食 在追求健康的路上 在追求健康的路上 在追求健康的路上